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想分享一下 怎样清理油烟机的油垢 我们做中国饭 Chinese food 我们经常会 就有很多的油 沾在我们的油烟机上 你看这油多多呀 哦 非常的多 那么所以过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需要清理 那么怎么简单容易的去清理呢 那么给分享一下这个 简单的办法 那么首先呢烧一下子 用一个大的container 烧一下比较热的热水 或者是烧水 比较热的热水 然后呢我们把它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以后呢 因为我们这个油济 它溅了 热水以后呢 它就很容易就被融化了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这里面 放在里面呢 我们再加一点碱面 一点小苏打 不是应该放在上面呢 那可以两下 然后 因为比较热 所以说呢我们用一个 可以清理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用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 看到效果了吗 马上就可以看到效果 非常的容易 所以你看 你看这个效果非常的 就不一样 马上就出来了 所以呢 就这样去清理一下 当然这个水 越热越好 越热呢 就增加一点困点 那么我们就找一个 螺丝刀 然后我们找一块儿 比较热的布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清理 所以这样就比较容易的 就清理掉 看 还真实 马上就清理掉 所以就是 小苏打就OK了 小苏打加热水 对 小苏打热水 那么有人说 再加上醋 我没有利用醋 但是我发现这样就good enough 因为这个实际上 这个碱面 碱和醋 它是最后会生产 会生成一种盐 所以说呢 实际上对这种碱的这种 作用呢 会大大的作低 你用的铲子会不会好一点 就这样就可以 就这样就可以 看 不容易 看 看 看 很容易就 看 嗯 嗯 然后我们再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再去清理这一头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 你想想它这些 因为这些油腻呢 它都是比较 就是 建热以后 它就会化 化了以后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所以 比较容易的把它清理掉 所以说最好不要用一些 什么 现在市场上卖的一些 什么 你看 这里好像不是还有一点 没写开 最好不要用这些市场上卖的一些 化学的东西 因为那些东西呢 嗯 一个是 这个 它会 这个氧化 会毁坏 这个 你的这些东西 都省钱啊 嗯 对 也省钱 嗯 再一个呢 烧点热水 然后烧点小苏打 嗯 再一个就是 它 因为你在清理的过程当中 它会喷 然后让这个清理者 吸入自己肺里的 所以造成 厉害 对 你看这个 我们在 看这边 你看 是不是很压力啊 那么我们用这个东西 看 就是有很长时间 没清洗 你看 这样的话我们就用这个 看 所以说这样的话 它也没有比较刺鼻的味道 看 很容易就清 清理掉 哦 还真是挺容易 嗯 是不是很容易啊 你看 看的都挺稠的吧 嘿嘿嘿 对 你要是去用手这样使劲去抠去 或者用手这个去擦 就费很大很大的劲儿 也擦不干净 知道吗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比较 医生的办法 然后去清理 看 多容易 对 很干净 这样可以的 就是比如说那个拖把 就是用热水剪面 对 热水剪面 这个拖把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拖把这样蘸了以后 蘸这个热水 我们就可以清理 这样也比较容易的就清理 你看 还有热乎乎的水一样 看 清出来的非常容易 看这个墙壁 这样一清理以后 都非常干净 所以说 就这样 那有的时候 只是 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窍门 就可以帮着我们省很多的劲儿 看 这一擦 很亮 用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热 这个擦油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热 热的东西去擦 你看 这个墙壁这样一擦 很容易 然后再用干净的毛巾擦一遍 对 然后我们再用干净的毛巾 这样擦 就OK了 不过有些油腻的东西 是不是擦不掉 会不会 有些特殊的 比如说那些油的mark 是 那样到时候你可以 专门的 特殊的去处理一下 这部分 但是 大体上 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 比如说这个地方 要是油烟多 你就这样 摁一摁 擦一擦 就OK了 所以说不需要去买这些 什么 噴的 噴的这样的 那里 而且这个有很多人 比如说这个墙 它很多都是 石灰里面做的 所以说你要用这些 酸性的东西 往往会 险害到这个墙的这种封闭 和表面 所以说这样就OK了 要是脏了 我们再把它 放在水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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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把它放在水里边 这样 因为比较热嘛 所以说我们就 只能用个棍儿 这样 冻一冻 冻一冻 以后 可以用那些木头的铲子 木头铲子也可以 同样的 我们这个灯灶 你看看 也是很压力 因为这个在上面 它的这个 在水里边 所以说呢 这个厨房里边 油烟呢 也会影响到这个灯灶 那么怎么办 还是这个办法 所以我们就放 放到这个水里边 注意这个时候呢 这个水应该是凉水时候 我们直接把它放进去 不要开得很热的水 然后放进去 这样的话 它会膨胀 会break 所以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 水凉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就直接先放进去 放进去 这样水凉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的先放进去 放进去 这样的话 就比较容易 你看 也有很多脏的东西 你看这油 你要是想用手去洗的话 那非常难洗 这个边 用那个擦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 现在 先用 这个东西 我们再放进去 一点 一点碱面 也就是 酥辣粉 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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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这样 OK 我们稍微的热一下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 看 Magic 很容易 也不用很使劲 就可以把它擦掉 擦掉了吗 很容易 也不用很使劲 就可以把它擦掉 擦掉了吗 擦掉了吗 来 给他拿去 比较难擦的 找一个 硬一点的东西给它拖一拖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布再这样拖一下 我们的根也是比较脏的 因为这个根在上面 有的时候它里边会脏 我们因为这个油制就是一键热它就会晃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用清水上的水红头清理一下就行 我们现在不能清理 因为我们要稍微等它凉一下以后 把它爆炸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看 对,转过来看一下 转过来,上面 看是不是很清楚 很干净吧 很干净 这样就会很干净 等着凉了以后用清水再清理一下 用清水再清理一下就OK了 就OK了 你看现在我们是清理好的这个厨房的墙壁多干净啊 还有油烟机 看 非常干净 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 听听这个劲儿多大呀 呼呼了 这样的话这个就抽很多油烟出去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